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专题部记者《逃杀》采访报道 袁洪斌 胡舒立挑战习近平 代表王岐山意志 从2023年12月25日的社论 重温实事求是路线 到31日的年终特稿 《2023》中有一别的连续被删 财新周刊社长胡舒立一下 成了挑战中共党魁的先锋人物 1月4日 胡舒立在在财新王首页 发表其作品《重走前辈流亡路》 吕奥法学家袁洪斌认为 胡舒立最新文章政治意向也很明确 就是向习近平挑战 多年来 财新一直支持中共前党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胡舒立本人也被看作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 且背后有王岐山的支持 财新在去年底 中共官方高调纪念毛名弹的前一天 发表重温实事求是路线 文章多次引用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言论 同时还引用习近平的原话违背实事求是 就会误党误果按批席 文章被删后 财新又在2023年最后一天发表 《2023》中有一别 谈点去年离世的中外知名人物 将已故总理李克强排在首位 文章迅速被删除 且胡舒立本人的微博也被全部清空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当时表示 财新的这种行为 已不是哪位编辑有胆量或者说胡舒立个人的勇气 财新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中共党内反习势力的代言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 财新已成为反习势力的最主要的舆论阵地 与此同时 X平台等社交媒体上传出胡舒立到上海出差 被国安约谈的消息 但大纪元记者无法独立核实其真实性 2023中有一别被删除的第三天1月3日 隶属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第一财经 发表了一篇名为 最好的承诺是放手和放权社论 被外界视为是对财新的支持 文章指 中国经济的腾飞史就是政府放权 权力独立拓展的历史 对民企最好的承诺就是放手和放权 文章说 虽然决策层近年出台了大量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 但民营企业却未能有感有得 解决这个的问题关键 就是对权力行权边界的约束和矿定 从1月4日起 财新网又开始连载胡舒立的作品 《重走前辈流亡路》 截至9日已发表4篇 该系列文章摘自胡舒立2023年11月出版的新书 穿越在历史边缘 据书中内容简介 胡舒立用8天时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达拉 重走了胡裕之夫妇以及她的男友 著名作家玉达夫和王仁书等人的流亡之路 完成了一次跨越80年的历史寻踪之旅 也释放了多年积累的情节 胡裕之是胡舒立的外公胡仲池之兄 公开信息显示 胡裕之是中华民国及中共篡政后的出版家 社会活动家 政治人物 他于1933年9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筹划创办文学 译文 太白 妇女生活等刊物 1940年秋被派往新加坡 任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主编 1942年 新加坡被日本占领 胡裕之夫妇与玉达夫 王仁书等流亡印度尼西亚苏门达拉 1946年受中共委派 胡裕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历任国民中央政府出版总署署长 中共文化部副部长 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胡仲池也曾是中共地下党员 历任中共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副主任 中联部亚非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认为 胡舒立给人的感觉 他遭到习当局的封杀 有可能自己也走上流亡之路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则认为 虽然这本书已是出版了的 但胡舒立现在发表连载 还是不同寻常 以色用自己红二代身份来押阵 进一步挑战习近平 袁洪斌 胡舒立受红二代鼓舞 代表王岐山意志 最近爆料 红二代已结成反习同盟的刘奥法学家袁洪斌对大纪元表示 胡舒立前段时间在财新发表的两篇文章 实际上都是受到了红二代所形成的否定习近平个人独裁共识的鼓励 也代表了王岐山的意志 胡舒立最新的文章 政治意向也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向习近平挑战 袁洪斌说 袁洪斌还提到了很久没有露面的王岐山 他说 刘元这批红二代在形成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共识过程中 王岐山最初没有参与 但王和胡显然是受到了红二代形成的共识的鼓励 所以采用财新向习近平发出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政治挑战 胡舒立与王岐山的关系密切早已为外界所致 在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期间 胡舒立旗下的财新网与王岐山紧密配合 几乎成了反腐风向标 袁洪斌说 中国官场上都知道 胡舒立和王岐山关系极其亲密 所以胡舒立的这些表现 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王岐山的意志 也就是 王岐山虽然没有加入到红二代的共识当中 但是他现在很可能会有所动作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最新动向 他解释说 虽然王岐山以前一直是习近平的盟友 而且在习近平形成个人独裁的过程中 王岐山做了很多事情 但现在看来 王岐山也在相当程度上对习近平不满 胡舒立的这些文章就是一个证明 袁洪斌认为 红二代现在敢于公开反习 在相当程度上和现在反对习近平的民心民意的趋势是站在一起的 这是他们的政治能量所在 近日 网上传出北京坊间正在盛传十要十不要 被认为是暗指习近平 其内容包括 要说人话 要接地气 要干实事 要知礼仪廉耻 要讲良心诚信 要对得起功农大众 要对得起列祖列宗 不要好高骛远 不要白日做梦 不要不懂装懂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不要贪天功为己有 不要日日上电视 不要一心只想当求长等 袁洪斌认为 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习近平 现在只能靠一个利用现代的科技所武装起来的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 一个现代的锦衣卫来维持他的个人统治 反腐十年后 最近中共在先整肃潮 秦刚 李尚福 两名国务委员及大批将领落马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连续喊出12个自我革命 专家表示 中共的反腐实质是政治清洗 因为不得人心 可能引发造反 习近平等于是自掘坟墓 中共党魁习近平1月8日上午在中共20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 声称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等等 中共央视画面显示 习讲话时表情凝重 一脸怒容 习虽然宣布十年强力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但紧接着又说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而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 在五年前 习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 只是这次加上了全面巩固四字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开启第三任期之后 亲信全面登台 政治局清一色习家军 国务院各部委的职务也是由其或远或近的亲信担任 在经过十年选择性反腐清除了所有反对派之后 被习亲自提拔的重要人物又一个接了一个失踪 落马 下落不明 当中包括外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服 习近平一手进行军改后重建的军队 整肃愈演愈烈 去年底 九名高级军官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还有三名军工企业高管被撤销政协委员职务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1月9日对大纪元表示 共产极权政权是靠最高领袖主导的不断的政治清洗来维持存在的 清洗停止了 那么他就会垮台 他说 共产极权这种清洗是从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以前用内奸叛徒 加上路线斗争 毛稿的清洗也类似 抓叛徒 内奸 公贼 加上路线斗争 到了习近平的清洗就是打着反腐败的民意 利用群众对腐败的仇恨 仇富 仇官 拿过来作为政治清洗的手段 习在讲话中接连提了12次自我革命 称要把自我革命搞得更加严密 他还要求掌管反腐的中纪委必须始终做到绝对忠诚 绝对可靠 绝对纯洁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 1月9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中共极权政府的反腐和民主政府反腐的差别 在于民主政府反腐败一切是依法依规 中共所谓的反腐是整肃的工具 这是最大的不同 冯崇义表示 在民主国家 官员的财务是公开的 有司法独立 媒体独立 中共都没有 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许志勇很快就被抓进去 中共是把司法彻底掌控在手上 用中纪委这种特务机构来反腐 它从来就不是现代意义的反腐 就是一个政治性行动 它是不会停止下来 但它也不可能阻止腐败的发展 大家都贪 看谁倒霉 倒霉是他认为你跟他不是一条线的 或者是为政治需要 冯崇义表示 最近对火箭军的清洗 背景就是习要打台湾 但是那些职业军人根据他们的理性分析 认为打仗是打不赢的 但打输以后 习近平要拿他们来论罪 所以他们就躺平 不配合习 军队跟他离心离德 不愿意为他背国 他现在用这种方式来把这些人都打下去 来安排绝对忠诚于他的人 习在讲话中提及如何成功跳出 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 这是一个事关亡党的话题 苏紫云说 习担忧亡党可能会变成真的 在一党独裁之下 贪腐是没有办法根绝的 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整肃了大量官员 但贪腐问题越捅越大 捅到最后 可能连共产党自己都失去它的统治根基了 反贪是重中之重没错 可用的是无效的做法 越反贪腐 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就越弱 军队也是一样 越反贪腐 军队就会反习近平 因为你不得人心 无法公平去处理这些事物 等于是自掘坟墓 网民东方华在X平台表示 习打掉多少就贪腐 就能产出多少新贪腐 这批习亲自提拔的军类硕鼠 就是最好的诠释 网友Red Zebra 围着粪坑打苍蝇 永远都有工作 谢谢收听